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国家安全和经济发展的至关重要 推出了多项激励措施 吸引全球芯片制造企业前来设厂 其中最具影响力的当属美国政府推行的芯片法案 该法案旨在通过提供巨额补贴和政策支持 鼓励芯片制造的本地化 减轻美国对外部 特别是亚洲市场的供应链依赖 亚利桑那州的台积电工厂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应运而生 通过在美国设立先进的晶圆制造基地 台积电不仅可以获得美国政府的支持 同时也能应对全球技术竞争的复杂局面 台积电此次在亚利桑那州的工厂开始量产 标志着它进一步融入美国半导体产业供应链 也意味着其在国际化布局上的全面扩展 这不仅可以提升台积电的产能 满足全球科技巨头 尤其是苹果等关键客户的需求 还能帮助其增强对地缘政治风险的应对能力 对于美国而言 台积电的落地生产 则象征着美国在半导体自主生产方面 迈出了关键一步 这将大大提升美国的半导体制造能力 与全球竞争力 此外 这一合作也为亚利桑那州 带来了大量的就业机会和先进的制造技术 促进了地方经济的发展 工厂的设立与芯片量产 无疑将进一步吸引更多国际投资 巩固亚利桑那州 作为半导体制造基地的战略地位 通过这个工厂 台积电不仅在全球竞争中 占据有利地位 也有助于增强其在美国市场的影响力 从长远来看 台积电的美国工厂 不仅是企业应对全球化挑战的一步棋 更是其未来业务发展的战略支点 随着美国半导体产业政策的 持续推进 台积电有望进一步扩大 其在美国的生产布局 形成更具规模化的制造网络 而随着全球科技竞争的进一步加剧 台积电凭借其技术领先的优势 和强大的生产能力 将继续在全球半导体市场中 占据主导地位 亚利桑那州工厂 承载着未美国客户 尤其是苹果这样全球科技巨头 提供定制化芯片的重任 此次工厂开始失产的4纳米制程 A16处理器是台积电为苹果公司 专门定制的高端产品 早在2022年9月 台积电就已经在台湾率先实现了 A16处理器的量产 主要用于苹果的iPhone 14 Pro 14 Pro Max 以及最新推出的iPhone 15和15 Plus 这次台积电在美国量产A16处理器 表明其先进的生产技术 不仅可以在台湾成功复制 也能够顺利在美国市场本土化生产 为美国的高端客户提供优质服务 苹果与台积电的合作关系 堪称半导体行业中最紧密的客户与供应商之一 苹果作为全球最大的科技公司之一 对其供应链的控制极为严格 而台积电的技术实力和生产能力 长期以来一直为苹果提供支持 通过在美国设厂 台积电不仅能够更加高效地服务苹果等大客户 还能进一步深化与美国市场的互动 扩展其在国际半导体版图中的角色 尽管台积电在美国亚利桑那州工厂的量产 取得了显著的进展 但相比于台积电在台湾的最先进制程技术 亚利桑那州工厂的4纳米技术仍然稍显之后 目前台积电在台湾已经实现了 全球领先的3纳米制程技术 而美国工厂的4纳米技术相对落后 大约有两年左右的差距 也就是说 亚利桑那州工厂目前的生产能力 相当于台积电两年前在台湾的技术水平 然而 台积电选择在美国量产稍显落后的4纳米制程 实际上 是一项经过深思熟虑的全球战略布局 这种全球分布式的生产方式 不仅可以缓解对某一地区过度依赖的风险 同时也能够更好地满足不同市场的需求 美国客户 尤其是像苹果这样的科技巨头 越来越注重供应链的本地化和多样化 因此 台积电在美国设立工厂 可以为这些客户提供更快的交付速度 和更灵活的供应链解决方案 此外 亚利桑那州工厂的4纳米制程 也为未来引入更先进的3纳米 甚至更小制程的技术打下了基础 随着台积电的技术逐步成熟 美国工厂有望在未来几年内 实现技术的升级和突破 从而逐步缩小与台湾工厂的技术差距 在美国设立工厂 台积电面临的一个重大挑战 是较高的生产成本 与亚洲相比 美国的劳动力 能源和环保法规要求更高 这使得美国的生产成本显著上升 据估算 在美国生产一块芯片的成本 比在台湾高出大约30%至50% 为了应对这一挑战 台积电董事长魏哲嘉 已经与其客户进行了多次沟通 并提出了针对美国制造芯片的 价格上调方案 尽管价格上涨可能增加客户的成本负担 但大部分客户 尤其是苹果这样的顶级科技公司 对此表示接受 因为美国制造的标签 不仅符合美国政府 对本土制造业的支持政策 还可以提升客户品牌形象 使产品更符合市场 对供应链安全性的期望 通过适度上调美国生产芯片的售价 台积电能够部分缓解 美国高昂的生产成本压力 并保持其全球业务的盈利能力 同时 这种价格策略 也表明了台积电在客户中 享有的技术和品牌信誉 客户愿意为台积电的产品支付一甲 充分证明了台积电 在全球市场中的不可替代性 晶片生产的良率 是衡量一家工厂生产能力的重要指标 直接影响到其生产成本和产品竞争力 根据台积电最新的生产报告 亚利桑那州工厂的4纳米制程良率 已超过80% 虽然相比于台积电 在台湾的3纳米制程 其良率约为85%至98% 仍有一定差距 但随着技术的优化和经验的积累 亚利桑那工厂的良率预期将进一步提升 相比之下 台积电的主要竞争对手三星 在类似制程的量产中遇到了更多的技术难题 据报道 三星的4纳米制程良率仍然不到50% 这一现状再次证明了 台积电在全球半导体领域 特别是在先进制程方面的领先地位 通过持续稳定的生产和高良率 台积电巩固了其在全球市场中的强大竞争优势 台积电的亚利桑那州工厂 不仅在技术和产能上取得了进展 在管理层面也有新的突破 近期 台积电宣布任命Rose Constana为该工厂的总经理 这一任命标志着台积电在全球化管理方面更上一层楼 Rose Constana是台积电的首位女性总经理 此前她负责台积电在北美市场的业务 拥有丰富的客户资源和市场经验 她的任命不仅展示了台积电在管理层的多样性 也凸显了台积电在全球化扩展过程中 对本地化人才的重视 这一高层变动 不仅提升了台积电在美国市场的管理能力 还为公司在全球范围内的业务扩展 提供了坚实的人才基础 Rose Constana的上任 有助于台积电更好地应对美国市场的复杂性 确保工厂的运营效率和市场竞争力 台积电在亚利桑那州的成功布局 将为其全球扩展提供强有力的支持 随着全球对半导体需求的不断增加 尤其是在AI、5G、自动驾驶等新兴技术领域 台积电的技术升级和产能扩展 将继续为全球市场提供至关重要的支撑 亚利桑那州工厂 不仅是台积电全球战略的一部分 还是美国半导体复苏的重要推动力量 通过在美国设立先进的芯片生产基地 台积电不仅强化了其在全球供应链中的主导地位 还为其长期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未来台积电有望通过技术创新 成本控制以及全球化管理 不断巩固其在半导体行业的领先地位 台积电在亚利桑那州的量产 不仅标志着其在美国市场取得了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也预示着台积电将继续在全球半导体产业链中发挥主导作用 通过应对高成本 技术差距 以及全球市场的复杂环境 台积电展现了其卓越的适应能力和持续的市场竞争力 这一切使得台积电不仅巩固了其作为全球领先半导体制造商的地位 也为未来的持续增长打下了坚实基础 好了 本期内容到此结束 对于这些信息 我们非常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分享你们的看法和讨论 如果对于内容有任何补充或不尽完善之处 也请在评论区留言 以便我们进行更新和完善 我是怀宇哥 咱们下期再见